受理喀,歡迎收看星期二的沖港台 是不是很奇怪?在室內也戴着口罩 那就容許我脫了口罩再說吧 為甚麼好地地又要戴着口罩說話呢? 其實今集內容主要就是概觀定論 講述我的節目《伏克古寧之鬼》 東南亞的一些事情 《北京不覺》的節目十六集已經告一段落 昨晚又播了最後一集 當然大家可以去《MyTV Super》看看 其實整個節目 由最初構思到現在 剛剛播完 經歷了幾個月時間 和整件事的來龍去蜜是怎樣呢? 今天就來一個後話 告訴大家 而這個口罩 大家應該都記得了 我和玲玲和Woody 全部都是戴着口罩 那這個來源就是 昨天的影片好像已經說過了 但這次又再詳細說了一點 有人問有沒有賣 是有得賣的 怎樣賣呢? 一會兒再說 或者像這件衣服一樣 有人問有沒有賣 是有得賣的 在哪裏買呢?一會兒再說 還沒看正式的內容之前 記得如果喜歡《胡偉聰》的內容 按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按全部 你不會錯過《胡偉聰》每一條影片 然後喜歡就分享 按讚 按讚 還有留言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說回《伏黑古靈精怪》的 東南亞泰國編 其實呢 最初最初 收到訂單要做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這個 大概 應該是2月3 3月左右 2月3 2月左右 那時候應該是 剛剛計劃了 清麥拍《沖油泰國7》 和東日妹妹 還沒出發之前 就收到詩君的電話 說有這樣的節目 有沒有興趣做呢? 還有最重要 他想5月3日出街 說不說得到呢? 其實沒有事情做不到 沒有事情說不到 要趕緊說得到 只不過想不想做 其實那時候 我已經在拍《沖油泰國》 之前應該是這樣說 《沖油泰國7》 去年已經找玲玲拍了4集的《巴提亞》 接著 3月 應該是2月左右 找東日妹妹 就在清麥拍幾集 然後想著意圖或企圖 就回去《巴提亞》 和《巴提亞》 去《巴提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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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希望趕六月或七月出街 本來是這樣 但是突然收到《沖油泰國》 有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 我可以說不定 但問題是 這個內容 都像我年輕時候 曾經做過的 《胡偉聰領類泰國人》系列 《古靈精貴》 又或者像以前 什麼都有 看《珍迪》做的 泰國什麼都有 真的什麼都有 那些 對於自己來說 也有個情意結 所以我就答應了 做 但是最初我也很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我2002年 開始搬到泰國之後 我一直沒有打過工 我沒有接觸過老闆 這個階級 以前做《沖油泰國》也好 《沖油泰國》也好 我完全沒有老闆 是的 我是不需要銷售給別人 也不會被人禁售 但突然之間 咦?回到以前那樣東西 我要銷售給你 你會禁售我 接著 會不會有機會 一些東西 一稿改十次 或者內容要改完又改呢? 甚至會不會有機會 被別人拍桌罵我呢? 以前試過 那怎麼辦呢? 都害怕的 但都要面對的 都要做的 接著 我在《青麥》那裡 拍外景 叫我助手 繼續幫我找一些 古靈珍貴的題材 接著開會 一邊拍《沖油泰國》 一邊談古靈珍貴的內容 甚至乎 在《青麥》的最後一天 我也拍了一個項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 我一直都是跟詩君溝通的 但問題是 他實在太忙 太多事情 不能夠每次都立刻回覆我 我跟他說過 《青麥》有幾個東西 可不可以拍? 他又沒有回覆我 糟了! 會不會因為我煩他 煩得太多呢? 第一,他真是恐慌 而二來 你每次問他 他都覺得你煩 他都沒什麼理會我 我覺得 依然是這樣 即管嘗試煩一塊 在《青麥》 雖然有很多 都可以是古靈清怪的東西 但我選了一塊 出了街 一個爛屋 爛屋 一個tower 變成咖啡店 小善猴也很怕 結果就出了街 之後 回到《曼谷》 跟著的東西 就開始多了一點聯繫 告訴他 這些這些這些 其實內容方面 他都任我發揮的 都沒什麼去阻攔我 整體上他給了一些意見 亦都開了綠燈給我 我也很感謝他 任由我去創作 只不過是 頭幾集 發展完出來 他有些意見 但他有些意見是對的 即是覺得 太長了 太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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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對 改完之後 再沒有理會我 完全有得我去搞 很感謝他 很感謝他 作為一個創作人 最怕被人阻礙到我的創作 如果不是 一夜改十次 改得來都出不了 但幸好也沒有這件事情發生 我們憂慮也是多餘的 至於 埋班方面是怎樣的 其實他沒有想 他沒有跟我說 會特別找誰 我找找玲玲 因為其實 最初在去年 之前 司君上了任後 找我做了一個節目 叫做《世界行運秘級》 說明想找一個新的人去做 我選了幾個人給他 都不是很適合 最後想起 咦? 叉燒抗話 習杜杜杰哥的叉燒抗話 他說是他姐姐是明星 我又會說廣東話 不如試試 其實我沒有見過他真人 只不過他拿了聯絡 電話說了兩句 那就OK了 當然 他信得我 我不會賣去其他地方 大家就OK 找到他出來 就拍了幾個行運記 十二 我忘記是十二還是十三個 是關於行運秘級 所謂的行運秘級 就是泰國一些的 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 新曆新曆 泰國新年的一些情況 拍了 給了司君 看了也OK 他沒有指名 還是要找回去 但我覺得 有零零也是好事 一來是美女 二來就是 有得試試 大家有得試試試 整件事就不一樣了 例如東印會 也好 東印會也好 我強行 把廣東話給他 是沒問題的 但要一人一句 不斷試試試 有交流 是做不到的 但如果有個人跟我交流 就非常好 結果找零零 找得零零 我心想 其實可以找多個人 為什麼呢 那時候 拍這個節目之前 因為我有個 雄心壯志 想說有一個 我們都是東印家族 那有東印妹 東印妹妹 也有東印弟弟 找了一個東印哥哥 即是Woodie 他是導遊 他跟東印弟弟之間的比較 因為東印弟弟 因為都是一個小朋友 很多時候都很害羞 而且這些 多話少的事 成人的節目 即是等於 成人 你一個 時鐘酒店 又或者 SM俱樂部 沒有理由找東印弟弟去 對不對 我覺得Woodie 較為適合 而且他表現都挺生鬼 結果就找了他進去 即是最初的TVB 沒有要求我找什麼人 但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砰砰砰砰 就找了他們兩個 最後再想一想 咦 一個是泰國通 別人叫做泰國通 一個是泰國街 一個是LINK 那就是通街LINK 這個組合 多有趣 就用泰國通街LINK 這個組合 成了這件事 然後拍的時候 如果大家留意的話 我們每次都穿同一樣的衣服 是的 這是我要求的 我想做一個制服的效果 大家會看到 其實我們暗地 花了很多心思 下去 就以那個節目名 那個字的設計 你會看到 有兩個公仔 好像灌碗糖 那個也是專門陷進去的 然後 口罩 話說 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應該是第一年 你看回我的影片 我那時候也很流行 什麼 等近30 期望31 那些 那些 有一集都已經介紹過 在佛統府的佛寺 出了這些口罩 這些口罩 你會看到有些 符印 又看到兩個鬼王 幾個人 那時候買了幾個回來 想想 你作為一個 古靈精怪 東南亞的節目 一定會有些 古靈精怪事情 沒理由戴普通的 醫學口罩 結果 我有幾個存貨 一人戴一個 那麼多集都是戴這個 有人問有沒有得買 那時候 沒有了 因為它在佛統府 你萬古沒得買 最後我再去 我最後一集 去了這間佛寺再拍 看到還有很多存貨 可以買 但我不會做這個代購 如果有緣的話 他朝去佛統府的佛寺 還可以買的 但我猜他朝大家來的時候 應該已經不用戴口罩 不過留為紀念 也挺有趣 挺漂亮的 只要說到三個方面 有得買 是有得買的 不過因為我正在節目 正在播出 和TVB的關係 我就不想別人 不會以為我利用這些機會 來賺錢 所以我一直都不公開 現在已經可以公開了 其實我穿這件 和玲玲和Woody 我們三個那件 是沒有得買的 因為你會見到 這個佛牌是很大的 而我在我的網上 當時我搞了我自己的品牌 叫 Roger Amari 不知道大家沒有印象 有個網上可以買的 那種媽媽來裡面 也有藥缸的衣服 但佛牌的尺寸是小的 我出鏡的這件 尺寸是特別大的 玲玲和Woody 也是特別大的 網上是沒有得買的 而有得買的 就只是較為小的 那個是類似的 大家有興趣 我把連結出來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但我絕對會覺得 這些我不會發達 我不是Anson Lo的 不會買這些衣服 買到盆滿是不會的 只不過是誤分 不要這麼認真 還有金龍王 第一集出了 很多人都問 有沒有聯絡 我也不敢放出來 因為大家不會以為 我們跟他有什麼 但畢竟現在的節目 播出了 我又會放他的聯絡 就是一個叫Ritcher Ritcher的男人 是懂廣東話的 他可以把整件事都拉起來 你找他就可以了 還有接下來 我會再有另一條影片 關於金龍王的 放出來 也會解釋給大家聽 這位Convita究竟是什麼人 大家記得留意 於是 以之前大家想知道的事情 其實以前不敢告訴你 現在這次一次過告訴你 口罩你要賣去那間佛寺 這些衣服你可以看我的網 但告訴你 我們出鏡的那幾件是沒有的 但類似的就有了 至於說到金龍王 你跟著我留言 也可以直接找他 這樣就可以了 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花了一些心思 例如打扮 還有口罩 與此同時 你也會覺得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主題音樂 B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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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印象呢 其實當年 我拍第一次衝油泰國的時候 監製陳英豪說 有個韓國組合 打在這個台拳道 拍一隻MV 很厲害 做不做到 當然做到 因為當時還要有少少錢 可以亂花錢 結果 特地找了一群人 訂了一個Studio 幾部機 連同好像有 二十多三十個 那些是真的懂得打泰拳的特技人 懂得打关斗 空翻那些 有牌舞老师 兼且做了衣服 全部花了差不多四十万港币 是四十万港币 不要忘记,是四十万港币 接着就拍了这个 这个就在YouTube看到 在TVB或其他就没什么看到的 而为了这个MV 我专专做了一支音乐 你也知道我之前有一个视频讲过 我唱好泰国那首歌 昨天啊妈姑妈结婚嫂 问起我泰国能去吗 我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乐 不同的 mood 不同的 music arrangement 就是直接在电影配乐 而其中一个是为了这个 打泰拳而设的 一开始就是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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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挺红壮、挺激烈的 但是这些你用放了下去的MV MV又不是多人看 我想想想想 我很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 《伏克古灵精外东南亚泰国編》 我想有一个 opening的音乐 是较为特别的 当然TVB那边给了一个 music library 里面有超过一万首音乐 你可以下载下来用的 但是我觉得也不及得我自己自家制作 所以我就用了那个版本 最初的 intro 就做了这个 节目的 opening 那个音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而另外 ending 的音乐是怎样的 ending 的音乐 话说 N 年前 60 年代 日本有个剧集叫《龙虎群鹰》 不是《猛龙特警队》 而是《龙虎群鹰》 大家可能没看过 英文名叫《Hunter》 你上 YouTube 可以找到一个音乐 找到他的片子 有《千二真一》 又有《丹波哲狼》等等 应该是扮尖士邦形式的 国际刑警的侦探片 也是《猛龙特警队》的前身的一个剧集 他的主题曲是很好听的 因为主题音乐是很好听的 到现在我也很喜欢那首音乐 那时候我跟我的音乐人朋友说 可不可以改变一点 然后他和我弄了一个版本 那 music intro 就是这样 就是 我是很喜欢的 但是这些音乐 很多时候说 放在我冲锐泰国内 你不会整首都听完 又可能你分分钟都听不到 那 music intro 既然是这样 我就斩了 music intro 作为 ending 字幕的音乐 我自己也很喜欢 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但至于节目里面的配乐 其实就是来自《TVB》的library 有他们的版权 那些我等剪片的帮我选择 我就没太多管理 因为我也不想把《充由泰国》的配乐 否则整个节目就变成了《充由泰国》 所以就算了 就用其他的配乐 完全不管 总而言之就要回到开头的音乐 和到最后结尾的音乐 就非常好 好了 又有制服 又有口罩 又有音乐 又有logo 整个东西不是很我自己的吗 我知道 未来他们会有个... 不知道是不是古灵精贵是东南亚 应该是类似的 是说台湾的 如果都是叫古灵精贵是东南亚 台湾才算了 我绝对相信他们都不会精心设计 有自己的T恤 自己的logo 自己的音乐 可能未必会这样也不出奇 可能这些是老人家的坚持 老制作人的坚持 希望能够做到最好 而整件事里面 有人觉得 当然好 TVB 给你钱 真是赚了 赚了 当然不是 第一 他给的价值不是很多 第二 我们超支 超支得很紧 为什么呢? 最大问题是在剪片里面 因为最初 我现在帮我拍的那群人 不是旧的团队 是新的团队 是三个年轻人 三个年轻人 他们一起在一些 类似媒体的大学里面 读书 大家相识 出来一起寻食 一起开工 其实三个都是有钱人 不是窮人 三个都是有钱人 为兴趣、为经验 但他们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的职业 拍电视、拍照片 他们没有 最初找他们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想有新的想法 新的角度 还有他们可以剪 但后来发觉 我错了 是不行的 我根本是不可能 给新的角度 他们发挥 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最简单 比如说一家死亡咖啡店 看你怎样死咖啡店 才算 我叫你拍 你起码也要讨厌一次 你才想到怎样拍 你讨厌也没有讨厌过 你怎样拍呢? 你去到那里想五分钟 想十分钟 不行的 结果 跟我的经验 又是那个 你这样摆 机位这样摆 这样摆 去到我依然是一个片场里的暴君 叫大家这样做 他们没得发挥 因为没时间可以给他们发挥 而且因为他们真的没有经验 最简单的一件事 比如说拍拍一下 后面有人经过这些被市 他觉得没问题 照样可以去的 但是在我立场里说 这些不行 所以要剪 如果走下一个路人 回头看 那这些当然要剪 但是他们觉得没问题 再者 譬如我们有一些NG 那一个对白NG 不行 在这里再補过 他的镜头这样就这样 其实不可以这样 你要是要换个镜头 要是给个 close up 要是给旁边的镜头 等我回头说 这样才可以 但是他们没有这些经验 要我教你回头 所以完全要盯着 但是这也不是问题 最大问题是什么 是剪片的问题 最初想着给他们剪 因为大家都相信 司军都相信 泰国现在剪片很厉害 做这些制作很厉害 对呀 做回自己的语言就厉害 如果做外语 不懂得听的话就不厉害 我不能坐在旁边 慢慢解释 就以金龙王那集才算 第一集金龙王 其实是他们剪的 我专门给他们剪 因为他们在现场拍 而且涉及很多很多的东西 因为我拍 通常是跟着我腦里面的程序去拍 一来怎样 我不喜欢跳拍 因为如果跳拍的话 剪的人会乱 但是有时候有些位置 被迫着 师傅到了 师傅来了 那也要跳拍的 那也要先拍到师傅 师傅 我之后都叫他 你写清楚 我说清楚 你写清楚 一来这样 跟着这样 跟着这样 跟着我的次序去剪 但是也有错 然后里面有些对白 也有错 损管 通常就是要 是要臨尾的 我可以拍 之前的NG 是不要的 但是也有错 还有很多的错误 很记得那天 我约在Encortia 商场的一个 午餐里面 由上午11点钟 坐到晚上8点钟 不是重新剪 是剪好了 我去改 改都改了一天 不要说加其他效果 乱乱乱乱 Saints 所以呢 也会看起来 再者 有点观点 TVB 是电视视 Technician 这我们不是Youtube製作 是电视节目 TVB 有几个部门 先不保存imiz 190 是否则 它是这个部门的S LQ 重新专门 专门看ige 专门 快提例 哎 这里讲了个粗口 或者这个太猛sl 这个太颜色 就不可以出街 那就要剪 styling 或者接下部门 κ暗位 その声音 是否能贴 琴 要调整声音,要立体声音,要几声道 不是用 iPhone 录音这么简单 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我丢给他们 就死火了 他们真是吃饭都没空 要调整声音,改了整声音 还有,改完之后不代表100%没问题 怎样交影片给 TVB 送个 Hard Dispair 不是的,是给你连续上去 是要是 Full Version High Revolution 能出街高清的 泰国的5G 是知道不知的 不要说整个节目23分钟 就比如说平时有些材料给香港 我真的要坐在那里 手挂地,手等着他 因为那些宽频不够宽 有时我的电脑就很差,不知道为什么 你一直看 YouTube 看着其他东西 他在做其他东西,他感觉到你在旁边的人在做东西 他的 Wi-Fi 就不会停的 假设,你有你up-load了,我就睡觉了 他感觉到你不是在用的 他会停了Wi-Fi 不知为什么 所以可能有时要迫着 要开着一些 YouTube 片 然后瞄了声音 让他知道你在看 YouTube 啊 然后继续跟他 up-load 但 up-load 起码几个小时 但是,如果以给他们来说 泰国的 Wi-Fi 你知道是什么才说的 很辛苦,可能10个小时才把片放上去 但是接着我要改 那又要改一次 又再10个小时再放上去 那之后,还有东西要改 又花10个小时 去哪里找这么多过30个小时来放给你 是不是 还说了16集 不是一集 所以结果呢 我决定是正确的 就回到香港 给我出版社 我经理人公司那边找人给我展 都花了差不多10万 是差不多10万 但是是值得的 因为那个人真的很耐挨抵骂 就是没有骂 是耐挨,还有很有工作热成 不断地改很多东西 挡了很多东西 譬如PA 要改成这样的 然后那个字幕组说要加这些 那个字错了 蜡烛的竹字写错了 他给我挡了,他给我改了 因为如果泰国那些 糟了,突然之间这样 我们通知回去 喂,这样这样的 是0.36至0.49的字要剪掉 有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是香港那边 他自动帮我给他处理了 给他搞定了 很感谢那个朋友叫Sam 很感谢他给我搞定所有的 虽然我们花了很多钱 但是都是值得的 如果不是的话 我只是教孩子 坐在旁边这样做 做完之后 还要改几次呢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叫做OK啦 财散人安乐 搞定了啦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给泰国人钱 除非有足够的时间 譬如说 喂,四个月的制作时间 没问题 每逢星期日他在你家坐在那里 在你旁边监剪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但是不是的 现在这个节目 出阶是赶得很重要的 你想想 从2月开始收到这个命令 接着3月开始拍 然后经历了4月13日 4月10日开始的 泰国新年潑水节 然后接着 他说5月3日出阶 可想而知有多少时间给他做 做到也算是一项 也算是偷笑的 也是那句 做得到不代表做得好 但是也算是OK的 OK的 此外 亦都开支大 就是因为 大家经验问题 因为 你也知道 我是 自编自导自演 在现场 我只控制了所有的事情 有时顾得个头 顾不到个计 有时我会觉得 OK的 今天拍了3个项目 这3个项目 问我那群小孩 一个项目 做不做到半集 做到 做到 但剪出来 只有7分钟 半集 起码要10至11分钟 7分钟 怎么够半集 然后有些以为可以做10分钟 原来只有5分钟 那怎么办 就是不够 那就是要多找一天外景期再拍 外景期涉及制作费 又涉及零零 或者Woodie的费用 那怎么办 一阔三大都要的 其他人来说 可能就说 你不值这么多 譬如你给10万 我花了2万 我要代8万 多个2万 就适当 拉布拉长一点 但我就不是这样 我宁愿 我不赚都好 我都要做好的制作 因为代表我自己 不需要的 所以 不断 保拍保拍又保拍 其实 最初 没有想过拍这么多日 结果 是拍了 20几天 拍了几个项目 我都不记得了 总而就是 超知 保拍完又要保拍 甚至乎试过 有一个就是 那个 SM区乐部 拍完回来 不够 不够片 不够short 怎样 唯有 我自己出买 我拿了我一部 Sony 机 自己 就去 自己拍一些 补一下 补一下 让香港那边 再补一下 再剪下去 这样 要补一下 真是 真是可憐 但恨好 也叫做 搞得定 搞得定 但是 幕后这些辛苦 大家是不知道的 都试过 四天 就是 连续外景 这些年纪 四天外景很惨的 我们不是拍八个小时 早上八点起床 准备出发 然后拍到晚上九点十点才回来 又没胃口 吃东西又累 休息吃 我面有时吃都免得吃 睡醒了 明天又要继续外景 当然 如果只是作为一个演员 是没问题的 但我要身兼数职 又要 跟演员沟通 又要教班 摄影怎么拍 各样各样 所有的对白都在脑子里面 起承转合在脑子里面 所以 压力是特别大 别人说我瘦了很多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压力大 天天要这样 当然 现场之中 我也要继续 要回答我youtube的题目 多谢你的支持 Thank you very good 多谢 Thank you for support 也要继续 回答我youtube的东西 以及 要继续准备 每一天youtube出街的视频 有时 怕惯着拍 电视节目 也要安排 youtube的视频出街 因为我 在做这个纪录 天天出片 我不想停止它 所以天天出 也试过 因为这样的缘故 有些片是 粗赤蓝做了 让大家 勤劈 这个也是真的 所以 之后我都尽量 希望能够 控制一些质量的质量 而整件事 是逼得自己很辛苦的 逼得自己很辛苦 除了时间之外 各方面 因为一个人要控制所有的事情 以及你说 演员那方面 是否OK呢 我自己 固然会NG 00 20 会NG Woodie 都会NG 不是他们不醒目 而是对于Woodie 来说 广东话不是他的 mother language 这个不是他的错 而且我的对白 有时太过文咒咒了 他一世人都不会说这些说话 你和朋友聊天 怎会说这些文咒咒的说话 你知道有时有难gag 有时有食字 有些人会说是什么 他会NG 但我生不生气 我绝对不生气 因为我都试过这些阶段 我都试过这些情况 我试过被人骂 而且他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他mother language 不是泰文 不是广东话 他的NG是正常的 反过来 如果有个人找我做电视台的节目 叫我说泰文 我不断的NG对方骂叉我 那有什么感受 那当然不行 我知道别人的感受 我知道我自己的感受 我也知道别人的感受 所以我绝对不会在现场给面试 或者说大家 因为我自己都经常NG 但是这个阶段 都是有趣而有趣的 而且对于Woodie来说 他真的没试过这样做这些 的角色 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之后他就找到 什么时候再玩再拍 我又不敢把真相告诉你 不知道Woodie现在会在看这个内容 真相就是 因为这个节目是TVB付钱 那我又有足够的钱 可以乱用 那我就可以聘用你 但是譬如拍YouTube来说 你看到我也是 买selfie 即是自拍神君自拍 因为如果我找多个人 我会有多个人的使用 而且假设如果两个人拍 我是不是要找一个摄影帮我拍 摄影是一个费用 你自己是一个费用 那我拍这些YouTube 其实没什么收入 不是每个都看完那些广告 不是每个都这么支持 那变成了 就是 拍街边 游街 泰南博 又找你去 当然 你会说 不要紧要易公当帮手 大家老友没问题 那当然要多谢 但是我都不好意思 对不对 那你都要 你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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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希望 日后 如果有 有别的平台 是有 有 计划给我 我就可以再买 Woodie 也好 在前几集说过 邝玲玲、叉烧姐出现了 青麦、东蔭会会 曼谷主要是东蔭会 东蔭弟弟已经出现了 在唐人街那集 找他拍了 接下来我都会找Woodie 去东蔭哥哥 在其中一集里面出现 等这个节目里面 都真是有 一种东蔭家族 个个有份的感觉 期望 这个神话 这个模式 可以继续延长下去 而说到最后 亦都很多谢大家的支持 到现在来说 收市好不好 我自己觉得是不理想的 因为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时间 因为太晚了 连我妈妈都说 我要睡觉 我不看 虽然有些人 我翌日看回 或是在网上看回 但翌日看和网上看 收市是不算的 在现场11点钟看的时候 不是太多人看 但口碑就赚了 赚多个谈 是个个都赚 尤其是行内人士 有很多业内人士 都赚 都说好看 但很可惜 很多东西都是 事也命也 可能在不正确的情况 做一些不正确的事 出来就有个不好的效果 最主要就是 可能时间太晚了 或者可能 这些人之意图 根本是年轻人的世界 年轻人拜金龙王 不是吧 去看这些成人表演 不是吧 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么老土的内容 这些内容 变成了 不知道 这个真是不知道 不做过就不知道 但是怎样 这次对于自己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可以说 胡慧中出道以来 拍过这么多的节目 最辛苦 最用心思 还有我觉得 最见得人 就是这次 当然 都是那句 做得倒不代表做得好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位要执行的 但是 已经是尽能力做到最好 因为实在没时间 我不可能说 真的完全盯着所有的事情 总会有些 哎呀 哎呀 好像有一集 明明 东任妹出场 就记错了东任妹妹 这样也错的 这样也错的 看了三次也会错的 是的 这些真是 疏忽大意 真的要打拖油 希望日后 可以有 多小时间 去做制作 更加希望有 多小小笔值去做 其实讲起笔值的事情 我这么大 我这么久以来 做所有的事情 我都是倒贴的 以前拍《潮游泰国》也好 现在也好 都是倒贴的 我不介意赚少些 但是最好出来的效果也好 还记得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我有个节目叫《潮游泰国》 试过 刚刚適逢《黄三军风机场》 那个期间就没有游客来 去了当年最震撼的天台餐厅 Labu Estet Tower Snoco那里 用什么拍? 现在当然是航拍 以前没有 就搬 找整个村人 用了整个村人 搬个吊机上去 然后用Dolly 这样一个吊诡感来拍 哇! 真是! 但是出来 主要是拍那个ID和openning 不是拍很多 然后还要让我 一个香港 住在泰国的香港朋友 开餐厅的 让一个儿子 在网上骂我 哇! 明明是Cat Lafay 扮演荷里活大名声 这样来说 真是惨了 还有记不记得 很厚颜无耻 在central world 门口 再歌再舞 摔尸带的 何年歌 那个 也是有用的 吊臂的 有用的 还有一群舞蹈员 花了我当时 也有很多很多钱 不过当时 也有点少 没所谓 最重要是开心 还有好玩 还有人一世一世 你不知道 你还会不会有机会 做这些制作 做这些东西 难得 今天 你是主角 你今天 当主角 何妨忘掉最终地 盛落 记不记得这首歌? 今天我是主角 就尽量 放回自己 在一个主角的位置 去做最好 跟着他一招 你可能没有主角 做卡丽啡 世界不是再属于你的 所以 尽量希望 每一次 都是最好的一次 这样 所以 每一次都 拼了很多钱 今次 不例外 拼了很多很多钱 但是 我觉得 钱是新外物 钱是 有机会可以找得到 但是 你这节目 如果出街难看 别人 记得了 难看得不得了 你就 是的 我不知道 有关高层 或者其他的 电视台 或者其他朋友 有没有看到我这个节目 有没有多欣赏我 可能 在他们眼中就觉得 哎呀 天啊 拍些这样的东西 哎呀 吵到 可能会被人罵 也不奇怪 但是 我自己暂时来说 我没有听到什么负评 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支持日后我的创作 都是那个 我不敢说 今次的节目是很成功 也不敢说很好看 但是尽了能力去做 我觉得 都有一些同情分挂 都叫做 不过不失 只能说不过不失 做得到 不代表做得好 希望日后有机会 可以做得更加好 这句就是我的座右铭 那这一条片 大家如果看到现在 都还没走的话 要给个掌声 大家多谢你的支持 是的 说了这么多 你都还在听着 多谢多谢多谢 但是 其实更加要多谢的 就是电视机旁边 或者在网上 看我的节目 给我意见的朋友 我很记得在这个 无论是IG也好 尤其是Youtube也好 有几位朋友 每晚定时留言鼓励 还有留了很多字给 多谢你们花这么多时间 留言鼓励我 多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 这些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个正能量 好多谢 好多谢大家对胡惟粥的 支持和欣赏 不及不觉 这个节目 16集就完了 已成过去了 OK 而说的就是说 未来就继续拍 《冲楼泰国7》 希望这个月底会 搞定了 但是什么时候出街呢 就要看试军怎么安排 可能会觉得 那些鸟 差点 闷点 都不出奇 这个不知道 要看 看他觉得怎么样 我自问的内容 都OK 但是当然 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我希望能够 尽快出街 起码 等泰国最新 不太外出 因为老实说 去年在巴提亚 拍的那些 到现在都 外出了少少 因为里面 介绍了某些东西 未开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今天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是呀 这条街没什么人了 现在这条街已经很多人了 如果再不出的话 就会真的外出的 希望能够尽快出街 接着我又可以 撂了一件事 收了一些钱 最重要的 收了一些钱 然后再赚了一些钱 就可以 全心全力 继续拍好我的YouTube频道 做好我这些东西 但当然 也希望有其他电视的项目 是可以给到我 我又可以继续找Woodie 和玲玲一起合作 希望能够 有一块钱 大家分 大家玩 然后又做到一些东西 给大家看 大家会开心 是吧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的捧场 多谢大家的支持 允许胡慧聪 再到这里 多谢大家一次 多谢 多谢